大家好,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变形金刚的迷你变形机器人 首先是托马斯给我们带来的这辆蓝色的变形金刚 你们猜猜,这是哪一个变形金刚呢? 它有两个大大的烟囱 然后底下还有一个大油箱 每一边都有三个轮子 这是一辆大卡车的拖头 让我们一起来变形一下 这是变形金刚的脚 它藏在了车底下 这样子展开 然后烟囱的尾部可以打开 那你们猜猜看,这两个部分是什么呢? 让我们来把车顶掀开 看,机器人的头出现了 那这两边是机器人的手 你们猜对了吗? 托马斯给我们带来的是蓝色的擎天柱 接下来给我们带来变形金刚的 是超级飞侠,多多 多多变身 这是一辆炫酷的黄色小跑车 那你们知道它是谁吗? 让我们一起来变形一下 它的脚也是藏在了车的底下 哇,车的屁股可以分开两半 这两半是机器人的手 这是哪一个变形金刚呢? 把车领盖掀开 机器人的头出现了 原来是黄色的大黄蜂 机器人的手可以张开了 另外一边是一把武器 那我们变形好了 看来大黄蜂时刻做好战斗的准备呀 那你们喜欢大黄蜂吗? 接下来会是谁呢? 它坐着一辆迷你的小轿车 这里面是谁呢? 哦,原来是凯蒂猫 凯蒂猫的这辆车好可爱啊 它的盖子还可以打开 它的车顶盖是苹果的造型 车的前面还有一个红色的蝴蝶结 凯蒂猫坐在了红色的变形金刚上面 这是一辆小客车 它的座位有好多呢 它的轮子前后一大一小的 让我们一起来变形一下 原来这辆车前面的两个小轮子 是机器人的脚 后面的两个大轮子可以张开 这是机器人的手部 我们看到了两个拳头 车顶可以翻折起来 出现了 这是机器人的头 尾部还可以合上 这样子我们就变形好了 太神奇了 一辆面包车变成了红色的变形金刚 这时候小猪佩奇来了 它坐在一辆推土机上面 哈哈 这辆推土机前面有一个黄色的大铲子 那你们可以猜到 这辆推土机是哪一个爵士的造型吗 它的轮子还可以转动 背后是发动机呢 好可爱的推土机啊 这里有一辆粉红式的小车 它可是会变形的哦 让我们一起来把它变形 机器人的脚藏在了车底下 哇 它的尾巴也可以像大黄蜂一样张开 然后变成了机器人的手 看 它在升起一大拇指呢 然后赤顶可以打开 机器人的头就出现了 这好像是一个警察 它带着一个头盔呢 太帅了 粉红式的迷你小轿车 变成了一个机器人 小猪佩奇对它说 你好呀 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粉红战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四辆变形金刚的小车 你们喜欢哪一个呢 记得给我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